一代人的落幕 迎接着下一代人站上历史舞台 他是白名五虎中 职业生涯周期最长 成名最早的选手 也是白名五虎中 唯一一位在大赛中击败博尔特的选手 他就是贾斯汀·加特林 今年2月份 加特林在社交媒体宣布正式退役 回顾其传奇的职业生涯 虽然因为禁要问题 被两次禁赛 但总的来说 他也为世人交上了一份不错的答局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贾斯汀·加特林的世禁赛极解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比赛 2005年赫尔新机世禁赛 这场比赛是加特林亮相世人的一场 出出茅庐的小子 脸上没有一丝慌张 显得那么沉稳 场外刚下过的大人 为他首次亮相世禁赛 增添了几分赢力 2015年北京市井赛 这场比赛是加特林因为禁要问题 首次来到北京 七年前 他曾经亲眼见证 那个西围期的少年 一夜之间羽化为龙 成为百米绝对的王者 而这一年 则是加特林最有希望的一年 但最终结果 却显得不见人意 他以0.01秒的差距 再次败给了博尔特 2017年伦敦市井赛 这场比赛有多经典小扒 就不用多说了吧 加特林终于赶上了莫班车 在布尔特生涯最后一场 歌人百米决赛战胜了他 赛后二人的互动 也被国际田连永久收落 为了这一刻 加特林已经坚持了十余年 两次竟要风波的他 面对全场观众爆发出的虚声 做了一个晋升动作 博尔特也走上前 为加特林庆祝 总得来说 加特林总要承担年少时 犯下错误的责任 全场爆发出的虚声该他承受 但是无论如何 二人多年的追逐 在这一刻终于停下 握手而言 也许无火的时代即将结束 但是他们所留下的 永远无法替代